什么叫做喝凉水都塞牙呢 这形容人这个倒霉起来没有个玩 最不该出事的地方都能整出麻烦来 演员李亚鹏因为在自家院子里中灾被警告 然后还公开道歉停止了自己的田园生活 这就属于这一类喝凉水塞牙的事 大陆媒体说 说中国自家院子不等于自留地 意味着中共对私有财产土地私有化的坚决反对 意味着人民将丧失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 将丧失积累财富世代相传的权利 从城管从城市到农村到农馆 再从农村去包围城市 于是岁月静好的城市中产阶级 甚至像李亚鹏这样的社会名流明星 也将陆续陷入中共公权利益 这一支深向私有空间的大手的猥亵 所以我说李亚鹏自家院子带给我们的 正是这样的残酷的现实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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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